世界不似预期 但凭着努力和信心 总会有所改变 我小小时就有很多不同的兴趣 喜欢画画、看书、跳舞、游泳 曾经在法国留学独视过设计 在很多人的眼中 我们人生很美丽 1998年 一次交通意外 医生跟我说一生都要坐轮椅 那一刻就好像由天堂跌入地狱 我曾经有想过放弃自己 结束生命 后来想通了 虽然身体不自由 但是思想可以自由 出院之后 我积极去操练 学会照顾自己 还学会駕駛方便出入 05年 我加入了帮助四肢商层人士的协会 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 去培训四肢痰瘫的年轻人 让他们有一技之长 自力更生 我希望可以将自己的故事 和年轻人分享 鼓励他们逆境自强 帮助一些同路人 走出阴霾 为了令社会各界 关注残职人士的权利 我透过不同的渠道 为他们争取合理的权益 包括改善就业机会等等 人道精神就是 尊重人的价值 回归社会 用爱 去改变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